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有个故事说 从前有一位教授 每天都要搭船过江 到对岸去讲课 他上了小船之后 在途中 便兴冲冲的和船夫聊了起来 他问船夫 你懂文学吗 船夫说 我对文学一窍不通 文学你不懂 那人生有何意义啊 你已经失掉了百分之二十五的生命 教授沾沾自喜的说 接着教授又问 那么你对历史学了解又如何呢 船夫仍然摇摇头 教授冷嘲热讽的说 历史学也不懂的话 那么可以说 你失去了百分之五十的生命了 过了不久 教授指着两岸的树林说 那你懂不懂植物学呢 船夫依然低头回答说 我对植物学也是一无所知 教授忍不住的大笑起来 真不敢想象 那你的生命已经失去了百分之七十五了 就在此时 天色突然变了 风浪大作 小船在风浪中撞到了一个大石头 船底破了一个洞 眼看船身就将要沉下去 教授吓得半死 船夫很关心的问教授说 请问你会游泳吗 教授回答 哎呀 我就是一样一样都懂 就是不懂得游泳啊 船夫很同情的说 看来你马上就要失去百分之百的生命了 说着说着船就沉下去了 只听到教授大呼救命啊救命啊 各位朋友 教兵必拜 如同今天的圣经 以西节书三十一章 十到十一节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他高大 数间插入云中 心骄气傲 我就必将他交给列国中大有威势的人 他必定伴他 我因他的罪恶已经驱逐他 傲慢的态度 并不能提升个人的价值 反而招来上帝的管教 新约雅各书四章六节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誓恩给谦卑的人 愿我们的生命都有谦卑的特质 使我们在生命中 领受上帝更多的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